但为防万一一定要同时进行 不可以因为这件事担忧了扣仔的前途 我知道陶老板在HCC是有头有面 三个九楼什么门路都好都要给你面子 林逆他动手的地点在青亚饭店 当时在场是肖家和明星的助理 还有饭店的服务员 或者是那个受伤的人叫李若然 是个大明星来的 希望陶老板可以利用你的手段 去跟饭店的老板和工作人员讲 他们看到的是肖家动手 而我扣仔没有出现过在那间饭店 肖家 就是肖市企业的大公子 是啊就是他 他一直都和我扣仔有点牙齿痕 顺便借这个机会铲除他 他那个什么肖市企业都不是很大 对了用下手指就捉死他了 所以陶老板你不用担心 叶先生你别玩我了 你开到声吩咐我做的事 当然要做着努力 做好他 所以说他是姜公还是Anson Lo 最后就感谢陶老板 这里有点心意 就当是这三百万 给饭店的老板和员工的 他们就来来涉anut 那几乎陀老板你的份 搞定之后 一定再奉上 是,叶先生 你真是不可以这么样 这波话发影真要界 我陶海 怎可以收你钱的 人情唤人情 数目要分明 怎么也好 没可能陶老板你有出力有出钱 陶老板 你不要托手争 不然你就等於不給我孽謙的了 那好吧好吧那我先收掉 那個助理和蕭家 要不要我一起處理 不用了這些交給我自己處理 那個明星背後都有點勢力 我沒理由麻煩原途老闆你 還要搞到你惹事上身 讓我自己處理吧 好吧既然葉先生你開到聲 一如你怎樣怎樣 那我先謝謝途老闆 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去辦 那這件事就麻煩途老闆你了 好好好 葉先生你放心 保證跟你扮得妥妥當當乾手正腳 第三百五十五集 離開一間新俱樂部 阿Jack就打電話過來 就說搞定了 葉謙收了一線 即時打電話給黃浦齊天 黃浦齊天聽到葉謙打過來 蛤 欺客啊 幹什麼想不起打給我啊 喂 四老爺 你國安局局長真是白做的 別人家那些間諜走到你華夏了 你猛成成什麼都不知道 丟了我們華夏國安局的架 蛤 什麼意思啊 什麼是國安局啊 喂喂 你不要在這裡鬥圈啊 對 當我什麼都沒說過 到時候華夏有什麼 國防機密資料外線 你不是說我沒有看過你啊 葉謙 說清楚一點可不可以啊 你是不是收到資料 說吧 發現什麼線索啊 你認不認得李若賢 哦 李若賢 誰啊 你這個混蛋可不可以說這麼百句 沒有在這裡賣關子啊 明星來的 亞洲天候啊 他來了HZ時 不知道在哪裡 起了我底 想問問我落答啊 幸好我是有赤字之心 對華夏中稱不宜 如果不是 我叛國的了 你們到時 怎樣被我弄死都不知道 好了好了 不用再說這些了 啊 我知道你夠重心 那不是 又不會被你在華夏搞搞震 快點說吧 說正題 我叫Jag Hedge up 為彭之國的情報部門電腦系統 在裡面調了李若賢資料出來 這個女明星不惹小 在彭之國 她就是做臥底 去了他們國內一個黑道大哥身邊 負責收封 後來走來做明星 利用自己的亞洲巨星的身份 全世界周圍跑 無非都是為了方便收尿 跟你講清楚了 已經 跟著怎樣處理 你這個國安局局長 自己看著辦吧 你現在在哪裏 我立刻叫那些伙計過去接你 我當然是在HZ字 要不然 你約完還能見到我 喂 對了 你不要這麼高調派那些 國安局的伙計過來 我不想插著他過去 那些資料在Jag 你想拿的 找人過去找找著拿吧 就這樣 拜拜 喂 本作品 由紅達以太 回聲文化聯合 第三百五十六集 葉謙就著車離開醫院 就說 想不到 鵬子國美女都喜歡吃村菜 可笑真的你的口味 都跟其他鵬子國人不同 我媽媽是華夏人 所以我從小對華夏的菜式 都比較感興趣 在我們國家 我經常吃著那些泡菜 第三百五十五集 離開一間新俱樂部 Jag 就打電話過來 就說搞定了 葉謙收了 即時打電話給黃浦晴天 黃浦晴天聽到葉謙打過來 哈 欺客啊 用什麼想起打給我啊 喂 老爺 你國安局局長 真是白做的 人家那些間諜走到你華夏了 你猛成成什麼都不知道 把我們華夏國安局的假 蛤 什麼意思啊 什麼國安局啊 喂喂 你不要在這裡鬥圈 當我什麼都沒有說過 到時候華夏有什麼 國防機密資料外線 你不是說我沒有看過你 葉謙 說清楚一點都不行啊 你是不是收到資料 說吧 發現什麼線索啊 你認不認得李若然 哦 李若然 哪位啊 你這個混蛋 可不可以說這麼百句呢 沒有在這裡賣關子啊 明星來的 亞洲天候啊 他來了HCC 不知道在哪裡 起了我底 想問問我落搭啊 幸好我是有赤字之心 對華夏中稱不義 如果不是 我半國的啦 你們到時候 怎樣被我弄死都不知道 是啊 好啦好啦 不用再說這些了 我知道你夠重心 如果不是 又不會 被你在華夏那裡鬧鬧陣 快點說啦 說整體 我叫Jad Hatch up去彭之國的情報部門電腦系統 在裡面 調了李若然資料出來 這個女明星不野小 彭之國 他就是 做臥底 去了他們國內一個黑道大哥身邊 負責收封 後來走來做明星 利用自己的亞洲巨星的身份 全世界周圍跑 無非都是為了方便收料 跟你講清楚了 已經 接著怎麼處理 你這個國安局局長 自己看著版 你現在在哪裡啊 我馬上叫那些伙計過去接你 我當然是HZ字啦 要不然 你約完還能見到我啊 喂 你不要這麼高調 派那些國安局的伙計過來 我不想插著他過去啊 那些材料在Jad裡 你想拿的 找人過去找人拿吧 就這樣 拜拜 本作品 由鴻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亂亂生蕭脈 007 米少蝦 梁柏橋 葉軒 就駕駛駛駛過醫院 林奕 又林海這一層關係 那些王氣不敢難為他 還是先解決了個助理 去到醫院門口 林海又打電話來 並知道 林奕已經被警察踏了回去 葉軒 當堂頭都含了 本來呢 他覺得不太大件事 因為這層關係 他真的有點煩 他跟林海說了幾句 叫他放心 對 總之什麼都不理 事已至此 林海都唯有全權交世給葉軒 去引擎 聽天由命 撈到林奕出來就最好 撈不到也沒辦法 葉軒就打開車門 然後下車 就見到李若然的助手走出來 沒什麼悲傷 反而好像有點幸災樂禍 葉軒就在車內搖下車窗 你好 薄小姐 我們有見面 薄小姐 即是薄賢君 是李若然的助理 他見到葉軒也打過凸 然後呢 禮貌職業微笑 就回答了 是呀 葉先生你都來醫院了 你是來探餅? 沒有 特地來找你 薄小姐 有空嗎 吃頓飯 或者喝杯飲 啊 好啊 既然葉先生你邀請到 那我又怎麼敢拒絕呢 薄小姐 喜歡吃什麼口味 來到華夏 自然是吃華夏菜 其實我也挺喜歡吃穿菜的 薄賢君也不做作 有那句說那句 那倒是呀 做得助手 每天都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社交手碗怎麼都不差 雖然他沒想到 究竟葉軒來找他做什麼 但肯定是跟林奕有關 這一方面 他很有自信 會得到的 如果不是葉軒 怎會無端端請他撐桌腳呢 本作品 由鴻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 007 米小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三百五十六集 那葉軒就著車離開醫院就說 想不到鵬子國美女都喜歡吃穿菜 我小貞你的口味都跟其他鵬子國人不同 哈哈 我媽媽是華夏人 所以我自小對華夏的菜式都比較感興趣 在我們國家 我經常吃著那些泡菜 時間一長都覺得自己快變成泡菜了 哈哈 鵝小姐你真是好幽默 兩個人就是這樣很快去來到村菜館門口 下車進去 然後找個位坐下 怎麼送當然交給葉軒 然後葉軒點完菜之後就拿起酒杯 吃穿菜就要配裂酒 一股辣耳還口中直接通過食道穿到胃 一口酒還咽喉直衝大腦 感覺就好像刺激過吃人心果 小姐敬你一杯 葉先生 話下有句俗語說 要無事不登山寶殿 我想葉先生你來找我 不是只是為了請我吃飯這麼簡單的 你有什麼事的話 就直接說吧 這樣我吃飯 才安心一點 又味道一點 你說是不是 鵝小姐果然是個爽快人 那我就不轉彎抹角了 今天來找鵝小姐你 是為了李若然和林奕的事 我想鵝小姐都知道 林奕是我扣仔 我不想她 有什麼首尾 鵝小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葉先生你放心吧 其實我已經買了今晚 飛去歪國的機票的了 鵝賢君的態度 是有點出乎葉謙意料之外 聽完她這麼說 葉謙她打個凸 那鵝賢君就繼續小笑 就解釋了 葉先生 雖然我是不知道你的身份 但是可以通過公司那一邊 叫李若然去接待 那我就知道葉先生 先生你一定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來的 我這幾年來 經常來華夏 所以我對華夏的事多多少少都是知道的 好像發生今天這樣的事 我就知道 接下來的事 就肯定會很棘手的 不怕老實跟你說 其實剛剛上車的時候 我還有些擔心的 我擔心葉先生你 會不會是想殺我滅口 但如今看來 是我以小人之心 讀君子之福 其實 李若然發生這樣的事 我回去也不好交代 所以當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就立刻訂了機票 今晚十點飛去歪角 霍小姐你這樣說 我就放心了 你這份恩情 我葉謙牢牢銘記 如果以後霍小姐有什麼需要 你開句聲 我葉謙一定竭盡全力 對了 霍小姐你去歪角之後 有什麼打算 實不相瞞 在娛樂圈這一行做了這麼久 其實我早就已經驗了 而且我的父母 早就已經移民去歪角 那這次 我回去就剛剛好可以一家團聚了 而且呢 我還會在那邊 另外找回工作 平平淡淡地生活 好啊 平淡就是福 挺好的 不過如果以後 霍小姐有什麼需要 儘管開聲 霍小姐如果在歪角 找工作 可以去浩天集團 我會跟她打聲招呼 浩天集團 是葉先生來的公司 是 霍小姐 這間集團 確實是其中一份生意 啊 那真是小女子 有眼不識泰山啊 失敬失敬 是 霍小姐你客氣了 啊 對了 這張圈 是我的小小心意 還不看見你 還不看破小姐少男 啊 啊 不用了 我又怎麼可以 收葉才賺你的錢呢 啊 別這樣了 我個人呢 喜歡認識朋友 尤其是喜歡認識美女 如果霍小姐 你不收那張圈 就是不給我面子 錢財生外慢 交到朋友 才最重要的嘛 嘩 都說到這樣了 霍延君 就當然不可以再拒絕了 接著他就代好一張支票 他沒有看到上面什麼銀碼 堂堂 世界二十強大企業老總比的 肯定不是什麼小數目 本作品由紅達以太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戀戀生蕭麥007 米小蝦 梁柏橋 歡迎繼續收聽下一集 第三百五十七集 更重要的就是 他不自在這張支票有多錢 他可以攀到葉謙這一把高資 就真是值錢過現金 飛機就是晚上十點起飛 霍延君他不急 跟葉謙一邊吃一邊聊 聊到九點幾 講起工作 霍延君就很有呂強人的感覺 把娛樂圈的東西分析得頭頭是到 比如什麼利潤那些東西 他都知道得很清楚 確實是勾起葉謙不少興趣 他又想是不是應該都搞回一間娛樂公司 到時整個東方荷里活 等那些外國人都催豬若武 上來就說拍戲也好嘛 之後 葉謙就親自送霍延君去機場 看著他上機才離開 趕過去猜館 這個時候猜館的人應該收工 只剩下幾個殖班的軍裝警察 來到警局之後 差不多十點 葉謙又落車進去 有兩個殖班的軍裝警察 伏在桌上睡到腳腳聲 幸好不是遇到什麼飆刊的賊 不然 真的反轉整間警局 殺迷人都沒人知道 敲了幾下桌 那個殖班軍裝警察才抬高頭 看一看 接著打個冷陣 喂喂喂喂 你哪位啊 怎麼進來的 啊 我直接下進來的 難道飛進來嗎 你猜我是說什麼 啊 我是林奕的姐夫 請問他現在在哪裡 林奕的姐夫 不好意思啊 沒有聽說過 什麼林奕姐夫 你到底在哪位啊 頂你啊 我都說我是林奕姐夫了 你要不要打個電話 問問問我外父林海啊 啊 看一下 給你一本寶仔 我看到林奕美 這班軍裝警察 一揭開一本寶仔 整個嚇到 嘩 這麼大的官 葉謙這麼年輕就做少帥 不得了啊 那見到這個軍裝警察 都是張順張怡 那葉謙就有點屈滿了 他想一想 看來他這個身份 根本就沒有入到檔案 不過就算入檔案 你也是負責做看家而已 這些軍裝警察 哪有權限去查 那他拿回一張證件 就代回好 行行行行 你快點等我怎樣 問問我外父吧 李老闆啊 真麻煩 唉 林奕呢 在拘留室 我現在帶你去吧 喂 不要睡啊 看神門口 我帶這個阿生去 看看林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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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起床起床 全部起床 入到害區樓室 見到林奕呢 整個臉都是魚青 蹲在角落 其他犯就睡到腳腳腥 喂 你不知道林奕什麼身份呢 誰讓你… 找他在那裡 啊 啊 啊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 見到葉謙來到 林奕立刻站起來 走到門口就叫了一聲 師傅 拘留室其他那些監等 都站起來了 見到有軍裝警察 就喝過去 幹什麼 半夜三更不被人睡 閉嘴 閉嘴 別吵 開門 你沒事吧 你有沒有弄傷了 沒事 皮外傷而已 說啊 你一個二個 誰有份動手 和我站出來 你什麼新鮮蘿蔔皮啊 出來做駕倆啊 我有份動 整間區樓室 個個有份 怎樣啊 哼 接著 葉謙就毫無提前的徵兆 一腳就飛過去 踢中這個光頭 大隻佬的屠嵐 整個 啪的聲音 達到牆 那些軍裝警察 都嚇到 於是 選擇乖乖合了一把口 如果是葉謙打他 他肯定會阻止 但是葉謙 是打其他人 他當然是不出聲 免得自己拿來衰 這個光頭大隻佬 起碼兩百多斤 但是剛才一腳 撐到他好像斷線紙腰一樣 撞到牆壁 一聲 骨都斷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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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警告你 連我扣仔都敢動 你真是嚴命搶 本作品 由紅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樂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007 米小 第358集 很明顯 這個光頭大隻佬 是其他犯的大頭大哥 其他犯見他被人打 馬上就跳下來 馬上就想圍毆葉謙了 然後葉謙就哼 然後就開始以一敵中 很快就聽到陣陣哀嚎 每個犯都撒在地上 那些軍裝警察 打了個冷陣 心想 哎呀 信手這麼厲害也有 葉謙他走到光頭大隻佬面前 拍拍他的肩膀就說 知不知道這帥哥是誰 哈哈哈哈 知道的 他…他大伯是… 省…省…省委副書記 林海 知道你還敢動他 誰指示你 是…是…是燒大少爺 叫我們這樣做的 大哥…我們也是… 放過你 我說不到事 問問我舅兒 他說放過你 就放過你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林… 林大少爺 對不起 是…是我… 是我沒有腦 你…你放過我們吧 只要林大少爺 你之後有什麼吩咐 赴湯道火我再所不辭 林奕望望葉謙 葉謙看著他 沒有出聲 也沒有任何暗示 然後林奕伸手出來 扶起光頭大隻佬 不打不相識嘛 這件事… 過了就算了 你出賊之後 來找我 我們一起打光山 哈哈哈哈… 好好…多謝…多謝啊… 葉謙他對於林奕的處理辦法 相當之滿意 因為古惑仔呢 只靠拳頭打他們全身傷 是解決不了問題 不過如果可以收為己用 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明天後日 蕭家就會送進來這裡 記住讓我好好地招呼他 不過… 不要搞出人命 你懂得做的 啊…懂…懂…懂… 以後跟我扣仔找食 我保證你在HZ市 平保清雲 知不知道我是誰 啊…大…大佬你是… 記住我 我叫葉謙 不識好正常 陶海懂得吧… 就是他見我 他都要點頭下腰 回出去之後 給點心機 不會虧待你 他不懂葉謙 但是陶海他懂的嘛 是繼山大王鳳鋒之後 HZ字的新一代大囂 這樣的人物 在葉謙面前都要點頭下腰 我見葉謙是多麼厲害的一個人物 如果說之前光頭大隻佬 只是為了不捱打才賣口乖 這次他就死心塌地 要跟林奕找食 看一看林奕 葉謙就說 林奕 你放心在這裡住 外面的事我幫你安排好 你不會有些什麼 記住 如果他們再問你 案發時候在哪 你就說 跟我在一起 他們就沒有人敢來問我 明白嗎 喔… 那我先走了 兄弟 有件事想麻煩你 明天後天 那個蕭家 應該就會被人滴進來 到時候你眼睛開始閉 裡面駕留室 那些伙計做些什麼 你當看不到 看不到 直班那個軍裝警察 才是打個凸 然後看一看葉謙 心裡就很驚訝 語氣就好像那個蕭家 真的肯定會被滴進來 心裡頭 就開始對葉謙的身份 更加好奇 難道他真是少水 由如今 葉謙已經在他的袋裡 掃了一些R&B出來 塞進他的衣袋 很厚一疊 這些呢 當是請兄弟喝酒 時而至此 直班的軍裝警察 哪有得退 葉謙的身份不是他得罪得 所以這些好處 不要擺不要 到時就當看不到 反正你不要自己插手 多管閒事 本作品由 紅達以太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359集 離開警察局之後 葉謙就回酒店 打電話給林海 說已經安排好了 叫他放心 不出意外 林逆明天就可以扮手續走人 沖完糧 葉謙終於都可以睡覺 第二天 飯店老闆和所有員工都一口咬定 蕭家就是殺害李若然的兇手 而且用過程講得很仔細 由開始怎樣入門口 最後怎樣殺了李若然 都是毫無破綻 警局的人雖然覺得很怪 但是仍然走去把蕭家抓捕回來 下人去找李若然的助理 才知道原來朴賢軍離開了HZ市 不過 就留了封信給警察 上面 詳細說明了蕭家和李若然是怎樣認識的 那天兇殺案又是怎樣發生的 至於林逆 警察再次審訊他 終於開口了 不過就是跟葉謙一起 警察自然就走來酒店請葉謙 誰不知葉謙就跟HZ市市長 ZJ省的省委書記正在吃飯 兩位領導就罵了那群王氣 一撲一撲 不過葉謙也扮得很配合 把那件事重新說一次 就說林逆一直跟他在一起 不過他說得很冠冕堂皇冠康十足 那群王氣當然是信到十足十 因為都不到他們不信 然後王抱擎天 就帶了國安局的人來到警局 殺人安他們不理 不過就領走了李若賢條絲 那群王氣不敢阻 因為個個都是他們惹不起的人 葉謙這時候就覺得心裡邊唱快不宜 終於可以屈倒王抱擎天這老爺一次 弄了一份假情報 讓他上下腦筋 單案自不然很快就有定性 殺人犯就是蕭家 檔案已經移交檢察院提起公訴 等待蕭家的將會是牢獄之災 不過他在警局居留身已經捱了很多苦 明明他買通了這個光頭大隻佬 誰不知進去 這個光頭大隻佬反而撿了他一掣 林逆他就很輕鬆了 終於可以離開警局 回到家裡 林海、許梅、葉謙還有他媽媽已經在等著 看見林逆他媽媽馬上趴上去 很擔心地問他 沒事吧有沒有受委屈 林逆領頭 媽,我沒事了 在旁邊的林海就很嚴厲批評 這件事就當是買個教訓 看你以後還會不會醒醒地避地做人 快點過來謝謝姐夫 為了罵你出來 他已經做了很多事了 謝謝你,姐夫 一家人,這麼客氣幹嘛 經過這件事 林逆你都長大了 在體制裡想做得出色 一定要懂得看人眉頭眼睛 你那些少爺仔脾氣要修煉 以後跟叔叔阿姨學多點東西 好好地做,有什麼麻煩就來找我 我幫你出片搞定他 嗯 留在HZ市裡休息了幾天 葉謙就收到黃浦晴天電話 叫他趕去京都 去軍營做一段時間教官 葉謙打算多得閒爛 那就答應他 上次答應了湖南見 因為葉謙這次就不要拒絕了 而更重要的就是 葉謙相信任務肯定不是主要目的 如果不是,怎麼會被少爺軍閒他呢 被少爺軍閒你 就是為了他可以去部隊裡擔任一段時間的教官 不是這麼便宜吧 好了,去到京都國際機場 葉謙一出來 黃浦晴天就帶著一位約摩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過來 來到葉謙面前 黃浦晴天就抱著他 上次這件事,謝謝你 如果不是你 你若然的身份 都真是隱藏得很好 臭小子 你這些年輕人都挺能幹的 竟然 連鵬子國的情報部門 都可以進去 其實,騙了這隻老爺 葉謙心裡有點過意不去 本作品由鴻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 第三百六十集 鵬子國情報部門 算是鐵嗎? 當是Kimji吧 連N國的CAIA 和FBI 我都可以進去 臭小子 你是不是說真的 當然說假了,你這麼多信 你真的相信 這個世界有童話 蛤,我不管 總之 有些什麼我一定會找你幫忙 還有你那些電腦那些黑客 有空就介紹我認識一下 怎麼了? 想找我的人離開嗎? 我勸你早點跪去 我那些人沒有那麼容易讓你買通 說完這些事 以我和你之間的關係 我講這些了 蛤 來來來 和你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現任狼牙特總大隊的大隊長 古哲明 古大隊 和你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幾大軍區聯合中央任命的少帥 孤哲明 他也打過凸 說是知道來接人 還要是少帥 但是面前這個年輕人都是二十多歲 怎麼可能做到這麼高呢 可能是紅四代 靠祖上福音來到這個位 對他有點不褻 不過黃浦晴天在這裡 他也不敢亂來 如果不是肯定要挑戰一下面前這個年輕少帥 然後 古哲明就行了軍禮 忠教 古哲明 參見少帥 行了 不用客氣 差不多年紀 我們兄弟相稱 我這些少帥都掛名 手底下一個兵都沒有 光棍司令 黃浦晴天 我呢 就向古大隊長說了 這一位少帥的軍閑呢 乃是軍事機密 不得對外洩漏啊 聽不清楚 是 好了好了 互相介紹認識我們就走了 那他吃飯 就回到軍區的食堂那裡 其實都挺好送的啦 黃浦晴天沒有來 是古哲明帶葉謙過來 一路上葉謙都有意無意在那裡拋水催 但是古哲明他沒有什麼反應 問來問去都沒有東西到 搞到葉謙都有點無聊 所以聖閑了眼就睡覺了 其實羅牙特總大隊 在外界來看是很神秘 但在軍區裡面就不神秘 羅牙特總大隊訓練處 任何部隊都不可以進入 否則軍法處置 直接移交軍事法庭處理 本作品由 《雄達爾泰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戀戀生蕭麥007 米小蝦梁柏橋 從入到軍區 一路穿梭到最後的羅牙特總大隊 葉謙區 一角女兵都見不到 心裡頭就有點怪了 難道現在男女兵是分開粗的 吃完飯 休息一小時 古哲明起床就說 葉教官我們去訓練 好啊 都想看看你們現在羅牙特總大隊 是怎樣訓練 去到門口就已經聽到 裡面傳來陣陣的 嚇!嚇! 那些聲音了 葉教官 這裏就是我們的搏擊訓練室 請進來 進去之後 羅牙特總大隊訓練很殘酷 士兵拿木頭磚頭 不斷吐自己的頭、背、手 吐到磚頭和木棍斷成兩折 就在練硬氣功 船頭都有 走啊 話音剛落 四十多名羅牙特總大隊的士兵 就分裂其好 有一名士兵就走過來 行軍禮 報告大學長 就說完了 請點事 上司 這位 是軍區領導新指派的教官 葉謙 葉教官 以後 他會負責你們的訓練 大家歡迎 葉教官 不知道 你對我們的搏擊訓練 有什麼看法呢 蛤 沒什麼看法的 不過提一點點 意見 你們的搏擊 是遊俠華夏古武術裡的琴拿術 肯定在某程度上 減弱了對敵士的殺傷力 你們是羅牙特總大隊 要對付的是最嚴重的罪犯 對待這些罪犯是不可以深遠 必須一擊致命 否則 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 古大隊長 同不同意 本作品由 鴻達爾泰 回聲文化聯合出品 為你落力聲演的分別有 暖暖生蕭脈007 米小蝦 梁柏喬 歡迎繼續收聽 下一集 第361集 看來 葉先生 啊 葉教官姓 你也是搏擊高手 不如現場示範一下 好啊 既然任命得我做羅牙特總大隊教官 當然要示範 古大隊長 你們這裡哪一個兵的搏擊最好啊 霍寶出列 行 你覺得身高讓望 米派的年輕人就過來行禮了 葉教官 這位 是我們羅牙特總大隊 搏擊最好的 他爺爺 在少林寺 是武僧來的 哦 不錯 看格多好 你叫賀寶是吧 嗯 你覺得多少招可以打低我 報告長官 人不可貌相 我不知道 年輕人 要自信一點 那如果我說 我一招可以打低你 你信不信 報告長官 我不信 那我們就輸了 如果我贏了 今晚 你的雞腿都給我 如果我輸了 你的雞腿都給你 哼 好啊 那 教官 你不准奶貓的 好 葉教官我 但是不偷吃 怎麼會 跟你奶貓啊 就如今晚 葉嫻他少少 除了自己怒 露出裡面的黑色背心 心口 有一隻血紅色的狼頭紋身 狼頭一亮相 大家都吃了一驚 這個是狼牙特總大隊 專屬的紋身 不過他們看起來 又覺得好像有點不同 因為狼牙特總大隊的紋身 全部紋在手臂 葉嫻他厲害 紋在心口 狼牙特總大隊的狼頭紋身 一般是藍色 葉謙他就是血紅色 而且狼的樣子 更狼 更加狼 更加真靈恐怖 葉教官 你以前 都是狼牙特總大隊的 當然不是 不過 有點淵源 好 賀寶 你行嗎 記住 我們這一場拳 是要輸雞腿的 話音剛落 古哲明就讓開些位 所有人都看著葉謙 想看看他怎樣一招之內 就把狼牙特總大隊最厲害的搏擊高手打低 說真的 那些士兵是不信的 賀寶抱拳行禮 微微呼出一口氣 擺出架勢 葉謙他臉色凝重 大開聲 哈 單腳一丟 所有人都清晰聽到地板被他踩裂的聲音 看過去 真是地板已經開始裂了 賀寶都打個凸 然後馬上收斂新神 大開聲 哈 接著就攻過去葉謙那邊 使出正宗的少林拳法 大開大俠 剛強勇猛 葉謙他眉頭一挑 瞬間迎賞 一技重重的八極貼身球 為何人找到極貼身球 你真的看來 來看 中牌 尼土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